大家好,我是明板 我们开始第十一小节 抓取微博所有评论 我们这就可以用的例子是得到 APP的用户意见反馈的微博 我们复制这块的 链接 然后到地址栏 粘贴回车 大家看这是一个微博 它下面有这么多评论 我们到第一页 然后第二页 第四页 它这块的就是 第五页 它这块的按钮好像 往一按钮好像反应有点慢 大家注意看 它这块的 大家看 我们先分析一下网页的翻页规律 我已经给大家将这块的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的URL已经复制到这块了 大家看 前面这块一样 但是到后面这块 大家看一五二三六三 一五二九九八 四四八什么 这串 这串 没想就是一串随机数 所以说它这块的网页 跳展是没有规律的 我们不能没法分析出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规律分页 然后用那种中国号一杠多少 它如果随机数就没有规律 但是大家看它下面 这种按钮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点的 再看一二三 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使用 再看满足这两个条件 网页的URL无规律 并且可以点击页码翻页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点击页码翻页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一节课的 给大家交另一种 抓取这种网页的方式 这个网页现在有点问题 我点击第一个按钮 它老是 它好像一直是第二个在 这个好像一直是第二个高亮 点一下第二个 它又变成第三个高亮 它应该是第一个 我们不管了 我们给大家讲如何抓取这样的网页 我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 步骤 同样的我们打开WebScript 创建SiteMap StartURL我们从地址栏复制粘贴 得到 然后Create 好我们需要添加一个Select 评论 大家注意这块type 我们依然选择ElementClick 大家注意看 第一个Select 我们同样是选中内容这块的区域 选中 选中 大家看 下面的我们都选中了 我们当Selecting 下面这块 大家注意看 ClickSelect 我们这块click 我们需要把这页码选一下 我们点击Select 我们选中第一个页码 选中第二个页码 大家注意看 它把后面全部都给选中了 我们点击当Selecting ClickTap 就是我们要选择ClickOnce ClickOnce就是点击一次 它就第一页点一次 第二页点一次 第三页点一次 一个全部都点一次 然后ClickElement Unicorns 我们就选择Unicorn Text Unicorn Text Multiple我们要选中 因为我们要抓取的是 多个这块去Discard 我们同样先不管 Delay 我们选两千 然后保存 大家知道这个是Element Click 我们同样在它下面 下面我们点进去 我们下面创建一个Text选择器 Content 我们选择 看它这块会变黄 我们选中这块的评论内容 然后保存 当Select 然后保存 我们再加一个吧 Time 这块好像有一个Time 我们选中这块 等它好像会把后面的都给选中 选中就选中吧 它好像也分开不了 我们点击Save 好 我们现在开始抓取 大家试看一下 Scrape Start scraping 大家注意看 看它在自动翻页了 它在自动翻页 第五页第六页 第七页 第八页 总共有101页 我先暂停一下 等它抓完 我们再回来看 OK 它已经抓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把Excel打开 我先将这个数据导出了 我们用Nemos打开 大家看它抓了 这个Content 后面这块是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总共抓了多少条 我们翻到最下面 再看 这是1843条 我们来看一下网页 它这块显示是 2014条 但是看 大家看这种微博的话 它评论 它有时候 它不是全部都放出来 它有的 像广告之类的 它就会 不放出来 我们看一下PPT 我之前 记得这个图 大家看下面这块 为了避免杀扰 微博智能反垃圾系统 会过滤掉部分用户 部分广告用户 也就是说有德王评论 它 就是显示不出来的 它这块虽然网页上显示 2014条 我们只抓了 1800多条 这属于正常 大家不用说 这边是 2014条 这边不是2014条 就觉得 可能我自己 哪里设置对 像这种比较大的 数字量 息息量比较大的话 2000多条 你抓了1800条 1900多条 就可以了 因为这块 因为用的时间 比较长 你如果就是 通过修改Delay的话 也不一定是一次两次 就能修改掉 合适的范围 就如果它 误差率 2000多条 抓了1800 1900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抓微博 一般都是用来 从微博的这些留言里 找出看用户对 产品有什么 不好的反馈 或者好的意见之类的 并不是要求 数字的精确性 所以说这块如果 数字不一致 但是有一定误差 比较小 我们就 就是正常的 我们就 当它是正常的误差 但是如果2000条 你抓了1000条 差了一半 那肯定就是你 哪块 没设置对 这个就要注意了 OK我们来 刚才已经 我们将步骤显示完了 步骤演示完了 我们看PVT PVT里也是 我将步骤给写下来了 大家看 我们先创建 ID我们是同样的 自定义 Type我们选择 Elementor click 第三步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这是我们选择的 是选中第一个选中第二个 然后当selecting 然后click 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这个时候 大家看另外 就是建下张图 我们看下张图 它这块的话 大家看 这个就是click select 我们先不看它 我们先看下面 click type 选择是click once 因为这块 这点击的页码 点击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它每页只点一次 所以就是click once 这下面是unicle text 大家不用再回 记住这块 click once 就要选unicle text 就行了 multip 我们需要选中 因为这我们需要选中 抓取多个 delete 我们设置为两千 延迟 然后这块保存 大家再来看 下面这个click 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点击这个select 它突然会跳出来一个工具框 大家看这个 我们选中第一个页码 选中第二个页码 然后它就会将 后面的页码全部选中 这是我们当select 这是这一个选择器的选 大家注意这块 有两个select 需要我们选 第一个select 我们需要选中 内容的区域 第二个 我们是来选中 下面页码的区域 点击第一个 点击第二个 OK 同样的 我们要设置 直选择器 因为 element 这是element click 它只帮我们 element的作用是结构 帮我们确定一个 结构区域 我们需要在它下面 添加一个直选择器 来抓取真实的数据 我们要点解析 element click 也是一个click 结构体 它本身呢 就是用法和click 和element一模一样 只是它多了一个 鼠标点击翻页的功能 但就这块 我们选择不同的 它有一个click more click once 选择不同的选项 可以抓不同的翻页方式 如果要用它在数据的话 必须创建一个直选择器 在下面 大家看 这就是帮我们click one click more 和click one 各自用在什么情况下 click more的话 就用于这种 加载更多 点击加载更多 下一个还是点击它 点击它 一直点击它的话 就用click more 如果是这种 1234567翻译的话 就是click once 大家注意 对 click once 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网页的URL无规律 如果有规律的话 我们就用规律分页 就不用 就用这种复杂的了 OK click more的话 我们下面的这个选项 这个click element unicorns 大家就记住就行了 click more 对应的是unicorn CSS select click once 对应的是unicorn text OK 再就是最后一个 数据不完整的话 大家也不用 就是特别 如果数据 像这个2000多 我们抓了18001900 这个就算正常 这个的话 就不用特别 去调一下这个 点击然后 重新抓一下 因为这种element click的话 它如果中断的话 抓起到一半 再中断 它是不会没有数据保存不下来的 必须抓完 总它自动停止 数据才能保存 如果抓到中间 停止的话 它已经翻过的页数 的数据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就是webscreen的它的一个机制 OK 这块 这节就完了 好 谢谢观看